就在刚刚的G7会议上 各个国家联合起来 粉碎了美国的一次重大阴谋 美国这个阴谋非常的阴险 但世界各国政府心里非常透亮 纷纷无忧美国 美国在全世界已经跌落神坛 根据美联社和欧洲媒体的消息 在25日的G7外长会议上 美国国务卿提议将新冠病毒称作武汉病毒 并写进联合声明中 蓬佩奥简直是不是一般的无耻 蓬佩奥除了提议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外 还提议将中国作为新冠病毒的发源地 也一并写进G7的联合声明中 这一提议又遭到了仓会国家的意志反对 美国政府的阴谋在此失败 蓬佩奥的提议激起了其他仓会国家的强烈反对 参会的国家都是美国忠实的盟友 但蓬佩奥这一提法在盟友内部都完全不得人心 德国的明镜周刊指出 美国政府这种提法是一条红线 很显然美国政府违背了这条红线 试图将矛头对准中国 污名化只会导致仇恨 并不能够让各个国家更快地战胜新冠肺炎 法国更是强烈地反对美国的这一提法 表示出了法国政府的强烈个性 毕竟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对特朗普极其反感 两个人朝一反目 因此对蓬佩奥的提议 法国外长也是强烈反对 至于意大利、英国、德国都删陷新冠肺炎疫情 民众苦不堪言 政府不堪压力 他们迫切地需要中国的援助 无论是口罩、呼吸机、药品 还有其他方面都离不开中国 这个时候他们更愿意和中国站在一起 而不是和到处挑逝的美国站在一起 日本因为奥运会要延迟 需要获得中国的支持 接下来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会爆发 前面因为日本要举办东京奥运会 所以将数据隐瞒得好辛苦 现在奥运会退迟了 终于可以暴露真实的数据了 所以日本也需要中国的帮助 这个时候日本也肯定不敢得罪中国 在其他各个国家的纷纷反对下 蓬佩奥的阴谋失败 特朗普的阴谋失败 美国政府的阴谋失败 可见多么不得人心 当这个消息传出后 全世界都未知感到震惊 都对美国进行了抨击 美国持续破坏了 全世界一起团结 抗击新冠肺炎的局面 因此引发了全球对美国的围殴 这就是美国政府的结局 最后这是G7会议 因为美国政府阴谋的破败 最后并没有发布统一的联合声明 而是每个国家发表各自的声明 美国政府这样的阴谋 一是破坏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则 病毒没有国进 需要全世界团结一致对抗病毒 美国这样做只会导致 自己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 美国这是通过造谣抹黑来甩锅 不是大国行为 也是缺乏单单的行为 必将为各个国家不齿 二是美国已经跌下了升堂 现在美国的新冠肺炎已经失控 很快成为全世界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 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上升 目前根本看不到 美国能够有效控制住疫情 而且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 美国股市不断地跌倒了垄断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想要号令盟友都很难 更不论说号令全世界 美国如此下作 使得新冠病毒在美国长驱直路 迅速蔓延到全美国 都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不作为导致 特朗普内阁在全世界掀起了破坏 但从来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举措 导致美国股市经济都已经崩溃 他们又想将全世界拉下水 蓬佩奥如此上心病狂 根本的原因在于特朗普 特朗普在白宫制定了一项抹黑中国的政策 要求美国的官员在各种会议上 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并尽可能地传播出去 这是特朗普制定的一项公关政策 想甩锅给中国减轻他们自己的罪孽和责任 但特朗普这种幼稚无耻的行为 早就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对 无论是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 还是在野的民主党都炮轰特朗普 持续是为了甩锅 对美国非常有害 也就是蓬佩奥这样的狗腿子 还恬不知耻地再为特朗普叫嚣 当然了 我们还要反备特朗普的一个阴谋 他想通过将新冠病毒污名化为中国病毒 除了甩锅外 还想通过持举来让中国赔偿其他国家 想要中国无偿的捐献物资给美国 或者免除美国的债务等 这些荒唐和恶毒的想法 只有脑子有坑的特朗普才能想得出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真的是没有必要对美国有一失的同情 我们也应该将口罩呼吸机等作为战略管制产品 限制出口到美国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前一段时间 蓬佩奥访问意大利 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一名女巨者送给蓬佩奥一袋狗人并对她说 每天吃三顿你可以学会诚实和守信 现在看来这名女巨者太睿智了 对于特朗普和蓬佩奥这种人 即使每天吃三代狗粮 也学不会诚实和守信 这样的人领导美国 美国必然万劫不复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 美国后来居上26日 确诊人数已突破7万大关 而且还看不到下降趋势 但美国政客的经历 既没有全部的放在看起疫情上面 也没有努力的促成国际合作 参与气氛 反而一而再再而删地 挑衅中国 诋毁中国 不惜破坏国际合作 想强迫各国战队 20岁率 特朗普将中国两个字 从病毒前面化掉 改口称 自己不想再对此搭出文章了 他或许再期待某种回音 随后 蓬佩奥在记者面前 也直谈新冠病毒 配合一下总统 从阿富汗闪电班的 访问回来后 蓬佩奥参加了 G7外展视频会议 会议主题议题是 讨论各国如何的团结协作 共同反控疫情全球蔓延 如果没有疫情影响 这次会议将在美国 体质宝举行 但25日的4个小时 视频会议却一无所获 甚至连公式化的联合声明 也无法产生 令人大师说话 而毁掉G7外展会议的 就是蓬佩奥 由于蓬佩奥偏执的立场 六国认为 联合声明已经没有必要发布 据说蓬佩奥做出过烂布 但一改再改的草稿 最终还是无法通过 从会议本身来说 蓬佩奥的做法一开始 就偏离了主题 他想绑架 猖回国家外长 跟着美国将病毒污名化 并以联合声明的方式 传播到世界上 对中国形成一次政治围攻 这样美国反驳就可以摔掉 抗议不利的折扬 维护全球领袖的地位 其他六国希望听到什么 是美国能够给大家提供多少帮助 是否准备与中国合作抗议 举其是否能够维护共同利益 蓬佩奥却在那里 只说只话 要大家跟着他一起分 宁可困境加剧 也要去得罪中国 美国积极反华 消极抗议的嘴脸表露无遗 一方面美国无法为盟友提供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 美国又企图切断他们另一条生路 无论哪国的政府 凡是有点理性 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跟着美国毁灭之际 德国法国在会后单独发表了两国联合声明 强调国际社会就团结合作 共同看击疫情 不应为了政治目的而消费危机 其他任何企图都应该浪费于国际合作 德法联合声明 就是想摆脱跟美国通流合污的嫌隙 做一个委婉的切割 美欧矛盾不仅仅产生于这次会议 在此之前 美国政府将责任推给中国 指着欧洲反应太慢 才导致病毒扩散到美国时 欧洲便已经相当不满 接着 美国再没有与欧洲事先沟通的情况 突然禁止的欧盟公民入境美国 后来连英国都被禁止 这种无视盟友的帮法让欧洲相信 美国显然不再重视伙伴关系 整个G7集团与特朗普政府的孤立政策 渐行渐远 多边主义无法与单边主义相融合 美国对盟友的态度越来越赤裸 牺牲本国利益 维护美国利益 G7外长会议破裂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同时也能够看出 蓬佩奥这类政客的邪恶目的 欧洲心里是否不含而立 疫情越严重的国家越清楚 蓬佩奥作为国务卿 很少听到他对美国疫情有多少担忧的话 关于他的新闻几乎都是跟攻击中国有关 如果不喷中国 那就是俄罗斯吸引他 因此G7视频会议 蓬佩奥对中国有一肚子气 问题是美国现在认为很重要的地缘政治事务 对欧洲来说根本不是优先考虑的事务 欧洲唯一要紧的工作就是如何的让疫情着力结束 欧洲的深入就是与中国合作 欧洲这次认为美国不会再重视伙伴利益 美国对新冠病毒态度将毁掉现有世界秩序 让美国更相信 没有秩序就没有规则 没有规则就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就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 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的特点 蓬佩奥则做到了极致 世界会因此变得危机重重 那么将来由谁来制定规则 谁定底线 维护秩序 以避免下一次纯人类的灾难 随着时间推移答案会越来越清晰